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没有不同的种类呢? 今集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经常都会用在风水上的两款镜 粒镜和凸镜 首先讲一下凸镜 在物理学上当平衡光线投射到凸镜上的时候 反射的光线就会成为散开的光线 所以凸镜就有反射的作用 简单说 凸镜是由折射而产生影像 在风水上亦有挡煞和化煞的功效 如果大门外或窗外有直路路冲 有大厦的楼角尖冲 甚至有医院 差馆 烟通 殯儀馆等建筑物 就构成了一种煞气 其实也可以挂一个突镜去减轻这个煞气 至于粒镜的原理是反射而成像 它有聚光的作用 可以令平衡光线汇聚在焦点上 还可以从焦点发出的光线反射为平衡的光 至于在风水上 粒镜就有收纳周围气场的作用 有时有些单位大门正对着楼梯的位置 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了漏材的现象 所以可以在大门外门框上面挂一块粒镜 目的就是可以将漏走的气吸回到单位之内 以免做到一个叫做财气外泄的现象 所以也可以算是风水上补救的方法之一 另外粒镜也会用在焦材的在用上面 但这个方法一般都需要对风水运作有基本的认识才行 如果知道单位大局内的财位或者偏财位在哪里的话 又假设外面又有泳池、海景、车路或者回船处的话 这样就可以挂镜在窗外面用它来吸收水气之用 不过需要特别留意的就是 如果这个方向同时有任何动土、装修工程出现的话 那就要暂时收起一块粒镜了 以免同时吸收一些煞气回来 很多时我们留心一下周围的环境 都不难发现很多建筑物其实暗地里面都用了风水镜 好像在澳门泳里赌场那样 它的外形设计上都已经像一个粒镜一样 正如刚才所说的 粒镜有吸纳的作用 而且这个弧形的粒位的设计 就是正正对着旧葡京赌场和酒店那一边 所以很难不令人联想到 它是想尽量吸纳旧葡京赌场和酒店那些财气 再加上永里赌场正门外面有一个很大的噴水池 而且每日定时定后都会有噴水和噴火的表现 所以形成了一个叫水火激荡的情况 而刚刚和它打对面的旧葡京酒店上面 你会发现它们都挂了很多风水镜 看来似乎都是想用来抗衡它 不过无论选哪一种镜去运用都好 有两件事一定要注意 就是不要挂在室内 以及不要对正别人的窗口或者大门 因为在风水上容易会伤及别人的宅运 影响到人就不太好